紫蘿蘭翡翠 紫蘿蘭翡翠 當初買它的時候 我覺得它透一些紫色光 其實我感覺它有一點 很吉祥的寓意 自己是買給媽媽的 對 有點紫氣東來的象徵 我覺得因為紫色來講 本身帶貴氣 也帶健康長壽的象徵 所以我覺得當初入手的時候 其實買的時候也不是不貴 那時候買大概6萬塊 可是這樣的一個物件來看的話 其實戴上去你會覺得 透紫光你會覺得很舒服 而且紫色也有開智慧的寓意 所以我個人還滿喜歡買這些 有的沒有的東西 就像我自己身上戴的就是 琥珀 海珀 比如說我平常自己在念 密尼老師身上戴的東西 低調 果然宇宙不同 也滿特別的 這一個的話就是琥珀 那這個帶什麼我來看一下 手錶 對 這樣的紫蘿蘭是乾淨 這個手錶買得很好 買得不錯 這手錶買得很好 買得不錯 手也小了一點 還是比較小 差不多在175左右 還可以啦 這是以前買的 還可以啦 好 所以 整體性來講光澤也可以也夠 對 顏色的區別沒有很大 假如你很大 有明顯的綠色的話 那就是春代彩 對 只是很明顯的紫蘿蘭 顏色滿均勻的 可以的 他講入門款 是 好 老師請見家 12萬元 哇 漲了 聽到漲都滿開心的 最近 紫蘿蘭的手錶 還滿多人琢磨的 對 那我從哪裡看 這叫拍賣會的手冊裡面 翻翻翻翻 從以前到現在 很明顯的這幾年 紫蘭的比較多人去琢磨 所以紫蘿蘭 漂亮的紫蘿蘭的手錶 或紫蘿蘭的淡麵的話 我覺得你假如 這個經費還夠的話 擁有一兩個還不錯的 對 其實當初買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說 反正就是 寶石類的東西 反正就獨一無二 所以我的觀念就是說 如果你當下 你覺得可以入手 你買得起 你可以盡量的買 但是還是要量力而為